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首先就介绍一下Artboard 因为Artboard在 Experience Design里面是十分重要的 你差不多说做好多的东西 其实你都会用Artboard来处理的 如果你按Keyboard的A字 它就会自动选择这个Artboard tool 你想要一些不同的器材的size 你可以在这里直接click它 它就会建立一个新的Artboard 如果你读一下 它就会记住你之前选择什么Artboard 来处理的 你选择第一个 它就会用这个 你选择第二个 你继续click的时候 它就会继续create很多Artboard 但是改Artboard的设定的时候 就是用箭嘴的 如果这个箭嘴你可以同一时间 选择不同的Artboard 像我这样 或者你夸着它 Artboard 里面 我们要介绍的当然是那个 Background color 你可以随时改它的底色 就不止AI AI就不能改底色 就是这些麻烦的 甚至它可以没有个feel 即是通洞的 都可以的 另一样想介绍就是 那个grip grip grip 它有两种 一个叫Square Grip 一个叫Layer Grip 我首先选择一个 Square Grip 这个Square Grip 其实是一些格子 它帮你挖东西 挖一下挖一下 我想这些 你们用AI或者 Photoshop 都有用过的 但是记住 这些Square Grip 你看看 我如果使用三个Artboard 然后打造20的话 你会见到 不同Artboard 是可以有不同的grip 这一样东西就很方便 我们做 interface design的时候 弹性大很多 另外 除了这一只Square 的grip之外 我们再看 它还有一个 叫做Layout Grip 这个Layout Grip 很有趣的 它好像排一本书 因为Experience Design 不是最主要 只是用来写App 甚至它想 放在写Web 都是用它 所以 这些Layout 就最方便 它们排 那些 网页的版面 你都可以改一改 那条纜 中间条纜的size 闊一点 还是窄一点 譬如我闊一点 甚至它可以 给你改了 Margin Margin 可以给你改 左右的margin 或者 上下左右 都可以 譬如 100 100 这个 这个叫Layout Layout Grip 都很方便 讲完了之后 最后一样 就是 它都有 街的 就是在顶那里 或者 它都有提示 不用理它 或者在左手 你可以随便 拉街出来 有了这些 基本功能 你做Layout 的时候 要统一 它都会方便很多 最后 就讲一讲 如何来到 Dubricate 这个artboard 假设我画了一个object 在这里 我画了一个object 在这里 利用箭序 刷 留意 如果你的artboard 是空的 好像这个 你一刷就会 做artboard 你就可以 移动 但如果 artboard已经 画了object 的话 你试试 地下 它是 Deselect 的 Deselect object 不能触到artboard 要留意它这个 特别的地方 如果你的artboard 画了东西 你要试 artboard 是要Double click 你就会试 做artboard 但是它不会 让你搬移 为什么呢 因为你已经有东西 画了 我想track 你又当我搬移 那就很麻烦 所以artboard 如果你要搬移 而它又画了东西 你在Mac 按Cmd key Windows 按Ctrl key 按着drag 有东西的时候 就可以这样做 当然啦 如果你按着 Cmd drag 如果要drag 按一个artboard Windows 记住用 Ctrl 只要加一个 Option Cmd option drag 它就会有 Dubcate 一个artboard 连在里面的东西 在Windows 记住按 Control Alturning 有了这些之后 你就得心应手了 我们的下一部分 现在呢 我就会做一些基本的画东西 那现在呢 我暂时停一停 C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